字幕詞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各位童心 現在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坐 各位童心 現在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坐 大家早餐 欸我小臉齁 最近天氣很冷 但是外面的服帽很滑 你們看有服帽? 我自己怎麼看? 一個條約還是協定 不管是條約還是協定 只要是契約,你第一個要看什麼? 你第一個要看什麼? 蛤? 沒錯! 這位先生講得很好 一個契約你拿來 第一個要看什麼? 不是看最前面 是看最後面 所謂秘書長不是說嗎? 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不一樣對不對? 那是什麼? 簽名的地方對不對? 他會說什麼? on behalf of 代表誰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是誰代表誰去簽這個約 這是最重要的 你要先抓住誰是當事方 一個句子裡面主詞是不是最重要? 你連主詞都搞不清楚 你不用看那個契約 你寫的路路長不用看 你就要看誰是當事方 好,請問 這個服帽的當事方是誰? 沒錯! 海基會 好,那請問海基會代表誰? 是嗎? 你確定中華民國是什麼? 中華民國是什麼? 好,問題就在這裡 海基會代表的是什麼? 中華民國只是個名字啊 它到底是什麼才有這個權力 代表所謂的台灣人民去簽這個約 這才是關鍵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等一下我們來看 中華民國的身份是什麼? 或說中華台北的身份是什麼? 所以外面那些學生他們再怎麼吵都沒有用 為什麼? 他們只能在中華民國體制下去追求一個所謂的程序爭議 他們只能說 你沒有先開公聽會就通過啊 你沒有經過竹條審查就通過啊 這沒有用的 為什麼? 中華民國只要讀你一句話 我這是行政命令 等一下我們會講什麼是行政命令 你要對這個國際法條約法有一個基本概念 你才了解他們在玩什麼把戲啊 否則你就跟那些學生一樣 你只能很可憐的在中華民國的架構下在玩 玩這個程序爭議 沒有用 沒有用 我今天的題目是這個 國家變變變 為什麼? 為什麼? 第一個變是隨便清差的藝術 現在的人啊 對國家的觀念都很清差耶 很隨便 比如說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不是齁 大家都知道 他是國際組織 事實上他是一個國際法人喔 但是他並不是 並不是一個 具有國家主權實體的那種國際法人 然後第二個變是變化多端的意思 就是說其實世界上的國家從以前到現在都變化多端 比如說有的國家是simple state 有的國家是複合國 像大英帝國 大英帝國以前就是一個複合國 比如說蘇維埃聯邦也是一個複合國 這個複合國裡面他可能國裡面還有國 可是你要小心喔 不一定國裡面那個國是真正的國 比如說烏克蘭裡面的克里米亞最紅的 現在最夯的 克里米亞是自治共和國是國家嗎? 絕對是國家的請舉手 大家都很清楚 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 雖然他有個國制 他也不是個國家 否則 烏克蘭就不會說克里米亞要獨立 是違反烏克蘭憲法 美國就不會說俄羅斯介入是違反國際法 因為他只是一個自治共和體 他只是一個autonomous republic 自治共和體 英文很乾淨沒有那個國家的英文字 所以你看中文你知道很小心 因為中文都是亂翻譯的 都是亂翻譯的 所以我們會稍微釐清一下什麼是國家的英文 Country, Nation, State 哪一個才是真正法律政治上的國家 請趕快就座 這裡有一句話叫 在地上沒有別的權威可與之相比 許之舊約約伯記 是這句拉丁文的這個 把它打出來 我建議大家都可以去翻翻這個舊約 找找看這一舊約伯記 這個有關耶和華跟這個約伯的對話 我不是叫大家去信基督教 不是 也不是叫大家去信猶太教 而是這個對話裡面 其實背後隱藏了什麼是正義 什麼是主權者 約伯跟耶和華的對話 那這幅圖有誰知道的 這幅圖是這個17世紀 有一個很有名的著作叫做立維坦 Liverton 其實在這個約伯記這個章節裡面 就有提到Liverton這個東西 這個海怪 他是一個遠古時代的海怪 那為什麼他用這個海怪的名字 當這個書的名字呢 其實是有意義的 但是我們時間不多就不提 你們可以去網路上找一下 那這幅畫是立維坦那一部書的封面 那一部書在講什麼 他就在講 中古世紀 中古世紀到近代這個國家 國家概念的演變 中古世紀國家概念是什麼 觀念呢 就是軍權神獸 但是近代呢 近代主權國家就不是 所以他剛好介於一個轉折點 那近代國家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社會契約論 所以這本書是社會契約論的源頭 比盧梭還要早 盧梭比他還要晚 那你看到這裡有個巨人 他右手拿著寶劍 左手拿著權杖 右手的寶劍就是代表世俗的權利 比如說戰爭 戰爭的權利 做一個conquer 一個征服者的權利 左手拿著這個權杖代表精神的權利 就是 所以為什麼 這個制定教科書是主權者的權利 因為他要 他要 離定一個 我們 我們要怎麼確定我們這個共同體的認知 那是主權者的權利 但是問題是 我們是現在這個台灣當局 他有主權 他有台灣的主權嗎 這才是問題 那這個皇冠代表什麼 皇冠就代表那個統治權或是主權 在以前啦 很久以前的國家 大部分 統治權就跟主權是混在一起的 通常主權者就是統治者 可是到了近代國家 他們發 就是主權者跟統治者是可以分開來的 比如說現在 日本國 日本國政府 他的主權者是日本天皇 可是他的統治者是他的首相 安倍晉三 你看 你看那個日本天皇的夫 馬克是什麼 十六辦八重表局對不對 十六辦八重表局 很有趣喔 你去看 這個台灣總督府 或是台灣歷史博物館 你去看 那個有台灣總督的馬克 是什麼 也是 代表天皇的菊花 也是菊花 但是他的半數不一樣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 台灣總督府的菊花半數是幾半 可是很有趣的問題是 朝鮮總督府的馬克 跟安倍晉三的馬克是一樣的喔 都是什麼 童花紋 童文 叫做五七童文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五七童文 相當於以前 大家知道 封臣秀吉 在這個幕府時代 天皇陛下賜於封臣秀吉的就是 五七童文 所以 安倍晉三的角色 相當於封臣秀吉的角色 大家理解吧 他就是一個統治者 可是主權者並不是封臣秀吉 也不是安倍晉三 而是天皇陛下 OK 所以 安倍晉三 安倍晉三 或者是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其實就是大政奉還 大家理解吧 就是明治為新的大政奉還 所以 為什麼皇冠是戴在頭上 你看什麼叫元首 元首就是 the head of government 或是the head of state the head of state 是國家元首 the head of government 是政府元首 政府元首就是統治者 the head of government 就是國家元首 好 那 我們先暖身一下 講一些基本的概念 再來進入本文 什麼是 你常會看到 中華民國 中華台北 台灣 這三個術語 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話 你一定會 無煞煞 這其實有五個概念 這五個概念都不一樣 國家的實體 或者是 疆域 疆域 國家的實體 如果它不是國家 比如說你就有放一個疆域 或是一個領土 名號 政體 政府 政權 當然如果它不是國家實體的話 當然就沒有 這個 就沒有所謂的政府了 中華民國政府是什麼時候建立的 並不是 並不是1911年的10月10號 辛亥起義那一天 因為辛亥起義那一天 溥仪還沒有退位 大興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 溥仪還沒有退位 一直要到隔年 他們南北義和之後 他的2月12號 溥仪頒布退位照書 所以那一天起 才完成合法的權力移轉 合法的權力移轉 但 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是 中華民國等不等於大清帝國 中國等不等於大清帝國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你們可以回去想一下 不是很簡單的問題 但是也不難啦 只是要解釋要花一段時間 那這個中國 這個實體 支那國這個實體 它的名號 在這個階段叫中華民國 它是一個共和政體 你也可以叫它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政體 你也可以叫它中華民國政府 或是北洋政府 政權是袁世凱 所以你看 在這個階段 所謂的袁世凱稱帝 他是一個帝制 他的名字就不叫中華民國 叫中華帝國 叫中華帝國政府 可是 這兩個即使他的名字換了 政府換了 政體換了 政權換了 他的國家實體是同一個喔 我們一般人都會把政府跟國家混在一起嘛 對不對 覺得說對政府效忠就是對國家效忠 對國家效忠就是對政府效忠 其實不是的 我就會講 其實你從歷史上來看完全不是 從國際法來看也完全不是 所以 即使他在這個地方換了政府換了政體換了名號 國家實體 國際法裡面的這個國家實體是同一個喔 一直你看 張勳復辟 這個時候張勳的軍政府拱樸移出來 所以他是一個君主政體 然後大清國的名號又回來了 段勳復辟成立一個臨時政府 所以一直到什麼時候 到了這個階段的時候呢 溥仪在滿洲國 成立了一個滿洲國 所以這個時候滿洲已經不屬中華民國政府管轄 其實包含蒙古那邊 但是在1945年10月25的時候 這個麥克阿瑟 他的頭銜是什麼 他是這個對日佔領的最高統帥 簡稱SCAP 這個SCAP他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 那一般命令第一號其實 要講細的話也可以講 我可以講很久 其實一般命令第一號 不是只有麥克阿瑟發佈的 還有誰發佈的 天皇陛下 一般命令第一號的來源 誰授權給麥克阿瑟發佈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哪裡有這個權威 他要先簽一個授祥書 叫做祥福文書 也就是在9月2號 1945年的9月2號 先簽授了一個 所謂同盟軍的一些 同盟國的一些 Aliot Power的一些代表 在東京灣外的秘書禮件上 先簽譽了祥福文書 也就是 就是昨天秘書長給各位看的這個崇光奎 代表天皇陛下 跟這個日本國政府 這兩個法人 天皇陛下跟日本國政府 還有一個是誰 梅金治二郎 我沒記錯 梅金什麼的 這個大將呢 他代表什麼 他代表日本大本營 什麼是大本營 就是軍事政府 大日本帝國的軍事政府 所以你看喔 要簽一個投降文書 有三個單位 天皇陛下 主權者 日本國政府 是文官政府 其實就是 平時 和平時期 就是那種 主權的 公民政府 並不是我們 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個交戰佔領的 公民政府 而是 非佔領的 公民政府 就是文官政府 還有一個就是 軍事政府 所以 你要簽投降文書 最完備的 要這三個 簽完以後 盟軍這一邊 由麥克拉瑟發布 一般命令第一號 但是 在大日本帝國那邊 他由天皇也要叫 大本營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這才是 同時符合 國際法跟 國內法的 的 溝通 你懂的是嗎 好 這比較細 所以這個 佔領軍政府呢 所以這個 麥克拉瑟在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就命令誰 命令 蔣介石 蔣介石在命令他的代理人 陳怡 來台灣成立什麼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跟警備總司令部 就相當於一個 軍政府跟民政府 但是這個是中國式的 軍政府跟民政府 好 那 所以你要曉得 當陳怡他要 要去接管這些事宜的時候 他並不是 有盟軍的命令 就可以直接接管 而是什麼 為什麼 在台灣的那幾十萬日本軍隊 要聽 他的話 並不是直接聽 麥克拉瑟的話 而是因為 天皇陛下 簽署了 投降文書 天皇陛下的大冰 又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呢 你看一直到這個階段 這兩個階段 1949年12月的時候 李中仁啊 他是一個 那時候是 中華民國的 正式的 代總統 他流亡了 他從香港跑到美國 但是他並沒有建立一個 合法的 流亡政府 所以在這個階段 中華民國是沒有政府的 中國是沒有政府的 但是 中國滅亡了嗎 並沒有 你看 這兩個階段 雖然 所謂的中共 或中央人民 解放軍之類的 他們控制了 主要的中國領土 但是他們沒有 我剛講的 他們經過一個合法的權力轉移 所以 以國內法的觀點 中國 是沒有政府的 但是中國還是存在喔 你要曉得 只是說 在這個階段裡面 中國是很亂 因為他沒有一個代表 這個國家的法人 但是 不代表這個國家滅亡 所以 這是很有趣的案例 其實還有什麼案例 德國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國也是被 四個國家佔領 美國 英國 法國 蘇聯 那 德國的土地上 並沒有代表 德國人民的政府 因為希特勒政府 也是被摧毀了 希特勒政府被解散了 所以治理 德國當地人民的是 佔領軍政府 那請問德國滅亡了嗎 沒有喔 德國並沒有滅亡喔 所以 跟我們更有關的例子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政府 也是在 1945 46年的時候 就解散了 因為 麥卡瑟的命令 解散了 包括台灣總督府 也跟著解散了 台灣總督府也解散了 請問大日本帝國滅亡了嗎 不代表喔 這都是一些案例 所以我們的觀念要 要去 要釐清楚 政府不存在 不代表國家滅亡 不代表 好 到了1952年8月5號 欸 這就是關鍵來了 你要了解這個關鍵 你要先往前推 1952年的4月28號 發生什麼事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會發生什麼事 他的第23條 說 美國是主要佔領權 是什麼的主要佔領權 這個你要綜合其他條文去看 也就是說 在他的第4條裡面 他確定了 美國軍事政府 對 第二條的 地區 處分的有效性 好 那你再去看第二條 台灣就是在第二條裡面 對不對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在哪裡 美國有沒有在台灣建立軍事政府 如果有 美國當然是台灣的主要佔領權 對不對 事實上是有的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 這個 你不要說1945年的 盟軍命令 到底是代表盟軍還是美國 你光看 你光看什麼 杜魯門宣布台海中立化 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的時候 他就用行動證明他佔領台灣了 對不對 他又跟美國簽一個什麼 他其實之前早在這個之前 他就已經跟中華民國簽一個換文 確立了美軍在台灣的治外法權 所以那時候美軍顧問團進來 幾萬人喔 幾十萬人幾萬人 他有治外法權 中華民國治下了法權 治外法權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早就已經聯合佔領了啦 所以 美國有沒有建立軍政府 有 那美國軍政府有沒有結束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根據美國法院的判例 戰爭法 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叫做慣例法 根據美國法院的判例 軍事政府 結束 必須要什麼 國會通過 國會要宣布 總統要宣布 國會要通過相關法案 所以 目前為止並沒有 所以 軍事政府還存在 只是大家不容易看到 那等一下我就會給大家 看到那個軍事政府的存在 所以呢 大家就理解了 這個時候呢 那8月5號發生什麼事 8月5號就是簽台北合約 台北合約的生肖日 結果4月28號除了 究竟他們條約生肖以外 在他生肖之前 美國又安排 蔣介石政權去跟日本國簽台北合約 所謂的日華台北合約 那日華台北合約 就代表說 蔣介石這個流亡政權啊 他可以代表中國了 因為簽和平條約是一個國家 代表國家的合法政府才能做的事情 你要了解 所以在這個階段呢 蔣介石流亡政權就變成了 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 但是他是個流亡政 雖然他有兩塊小領土金門馬祖 所以他有第一個名片 是所謂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第二張名片是所關於佔領的部分 這有什麼呢 他是一個次要在佔領軍政府 為什麼說次要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 美國是主要佔領權 美國是主要佔領權 所以只要美國同意 任何一個其他的 可以在主要佔領權的範圍內駐軍 那是因為美日安保條約 也有這麼明示 那為什麼是台灣治理當局 除了美國主要佔領權的默認之外 也是這個 台北合約的緣故 台北合約在他的本文 跟他的議定書裡面 都有明示或暗示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在管台灣 但是他沒有講到領土轉移喔 他沒有 他只是去暗示說他可以暫時管台灣 所以 所以他就兩張名片三個頭銜 各位要記住 一個名字 中華民國這個名字 在這個時候他有兩張名字三個頭銜 但是第一張名片 是關於中國的部分 第二張名片跟中國無關 再來呢 一直到了這個階段 你看我這裡就寫台灣 但是這時候就 不是指中國這個國家實體 而是指台灣這個非國家的領土 也是有幾種概念 名號政體當局治權 所以 為什麼是1979 1月1號 因為1979年1月1號 中華民國政府跟 美國政府斷交 什麼是斷交 斷交就是 撤出那個政府承認 什麼什麼政府承認 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可以代表中國 中國 懂我意思吧 斷交是 撤出政府承認 而不是撤出國家承認 你要理清楚喔 斷交建交都不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事 而是政府跟政府之間的事 所以 不要說中美斷交 你會以為是中國跟美國斷交 不是 是代表中國的那個政權 跟代表美國那個政權 或者說中國哪個政權跟美國哪個政權之間的 承認的事情 所以 他這個時候呢 他只剩下兩個頭銜了 為什麼 因為他撤出那個政府承認之後 他就不是政府了 他就變政權了 政府是有某一種合法性才能叫政府喔 比如說西藏流亡政府 突破流亡政府 他有某一種合法性 他對他的人民有一定的統治的合法性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他就沒有佔領權了 為什麼 因為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利 各位要記清楚 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 主權國家的權利 他如果不能代表中國 他就沒有次要佔領權了 所以他就只有台灣治理當局 這個頭銜 所以你現在看到中華台北這個名字 他也不能叫中華民國了 他只能叫中華台北或中國台北 你看到這個名字呢 就是說他的本質是一個流亡政權 他的治權是個流亡治權 但是呢 他有兩個頭銜 一個是流亡政權 一個是治理當局 OK 這樣大家清楚吧 大家清楚了齁 中華台北 你看到這個你要小心 他到底是哪一個 所以今天回到那個問題 海基會是代表什麼 蛤 海基會是代表哪一個 我告訴你問題就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海基會的定義怎麼來的 怎麼形成的 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台北 他先成立一個陸委會 他用一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成立一個陸委會 陸委會再轉包給海基會 那你去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他怎麼說 他怎麼定義台灣地區人民 他其實藏一個前提 什麼前提 統一 他藏了一個統一的前提 所以你說你今天學生去抗議有用嗎 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問題不是在福茂 而是在ECFA 問題也不是在ECFA 而是在海基會代表誰 問題 所以就是什麼 在兩岸關係條例 那你民進黨或是王金平 你有辦法去推翻兩岸關係條例嗎 沒有辦法嘛 對不對 你在中華民國或中華台北的架構下 你沒有辦法去玩這個遊戲的 所以去抗議是沒有用的 OK 所以呢 問題就在這裡 海基會代表的是一個什麼 中國內戰下的交戰團體 懂我意思吧 在戰爭法裡面 比較寬廣的叫做武裝衝突法 他不一定 對 對相不一定是指國家 可以是不是國家的交戰團體 所以 當王育奇在今年去中國 他可以在南京說中華民國的時候 就代表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經不把中華民國政府當成叛亂組織了 懂我意思吧 他本來被視為叛亂組織嘛 兩邊互視對方為叛亂組織嘛 但是當王育奇去對岸 講中華民國的時候 沒事的時候 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不把中華民國視為叛亂組織 那就是什麼 單純的交戰團體了嘛 他已經提升了 所以 ECFA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中國內戰下的交戰團體的準和平協議 懂吧 那問題在哪裡 中國內戰跟我們台灣人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問題就在這裡 他是一個準和平協議 可是 他的內容涉及到台灣人民的事物 涉及到台灣的經貿 問題在這裡 懂我意思吧 他在混淆這兩張名片啊 問題在這裡 可是呢 這個問題並沒有辦法在中華民國架構下解決 OK 講的比較慢 所以什麼是台灣 台灣也很複雜 作為台灣統治 作為台灣的中華台北不是主權國家 這是誰講的 這是 美國白宮國安會亞太事務主任 韋德 在2007年8月29號講的 如果我沒有刮胡出來 你要會判別 這個台灣指的是什麼 你看喔 他這裡講什麼 中華台北 我剛剛已經給各位講了 中華台北是個名字 他指的是兩個頭銜 一個是流亡政權 一個是台灣治理當局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都代表什麼 是一種政治組織 都是一種政治組織 都是一種政治組織 那這個sovereign state 就是所謂的主權國家 這個state是國家的意思 而且它是那種政治組織的國家意思 所以這是指政治組織 這也是指政治組織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就是一種政治組織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就是一種政治組織 所以他就指的就是台灣統治當局 懂吧 台灣不是獨立的 他作為一個nation並不享有主權 這是誰說的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2004年說的 你如果 你也會判斷這個台灣指的是什麼 因為他指的是nation 等一下我會講什麼是nation 他指的是nation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就不是政治組織 他指的是人民 the people 懂意思吧 這兩個台灣雖然都講台灣 其實是不一樣的意思 這裡指的是政治組織 統治的政治組織 這裡指的是人民 台灣現在被中國聯王政權 作為台灣統治當局治理 那這台灣指的是什麼 因為這裡有一個治理 所以呢 這個台灣指的就是 被治理的那個領土或是人民 懂得意思吧 你要看前後文才能知道他真正的意思 台灣的人民跟台灣上的人民 這裡你要看這個的跟上的 因為這個有個上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就是一個地理範圍 on嘛 它是一個地理範圍 所以它包含什麼 它包含有那些有居留權的那些中國難民 跟他的後代 那台灣的人民 這個的就是英文的off 它代表一種屬性 所以是具有台灣屬性的人民 也就是在這裡生團的啦 那當然不包含難民嘛 為什麼 因為難民是因為戰爭的因素才來到台灣 它是因為美國在機密文件 在1949年的機密文件 機密檔案裡面 允許蔣介石等中國難民流亡來台灣的 它是被庇護的 被庇護的 所以他們沒有台灣的屬性 他們到至今為止並沒有放棄中國國籍啊 對不對 所以 這就是一個政治上的台灣人民 它包含了 要對中國效忠的中國難民 跟不需要對中國效忠的本土台灣人民 那這個台灣人民就是法理上的台灣人民 懂得意思吧 同樣是台灣人民 你要小心 最後一個模糊是什麼 台灣當局跟台灣人民 這個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也被模糊了 怎麼模糊呢 在美國行政當局 提出的草案 跟參議院提出的草案 一開始都是講台灣人民 但是它這個台灣人民 已經混淆這兩個囉 已經是用台灣上的人民囉 people on Taiwan囉 然後 眾議院提出的草案裡面 又提出台灣當局 所以它又把台灣當局跟台灣人民混淆 所以你就發現這個 台灣關係法的制定過程 他們國會討論的過程中很有趣 美國有一個議員就說 奇怪 如果今天隨便一個台灣人 要出國旅遊 比如說我啦 我要去法國玩 要簽證嘛對不對 我可以去向台灣人民要簽證嗎 台灣人民可以給我簽證嗎 不是啦 就是說辦理這個旅行政見的時候 台灣人民可以嗎 沒有嘛 對不對 因為台灣人民不是統治組織嘛 不是政治組織嘛 不是統治的那個政治組織嘛 所以這兩個人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所以各位你今天在媒體上看到什麼 那些民進黨的人 那些搞不清楚狀況的人都說什麼 人民的權利 他也是在混淆這兩個 人民有power嗎 人民有right 但是他有power嗎 但是人民的代表有power 當局就是一種人民的代表 所以問題在哪裡 所以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馬英九是具有法理代表台灣的那個代表嗎 這才是問題所在 人民是沒有power的 人民只有right 你可以說有自決權 但是那個權利是right 而不是power 所以台灣是什麼 台灣一詞是情況需要有五種概念 哪五種 台灣及澎湖獵島 這些島上的人民 你看喔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所以他是用on喔 已經混淆了我剛剛講的那兩種人民 公司是什麼 cooperation其實是要翻成法人比較精準 公司不太精準 法人跟什麼 非法人的那些團體機構 第五個概念是什麼 治理當局 1979年1月1號以前 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他在這個日期之後 他就不能叫中華民國了 要叫什麼 中華台北或中國台北 在某些場合又叫做台澎金馬關稅領域 懂我意思吧 所以他有五種概念喔 一個台灣你不要以為都同一種概念喔 好暖身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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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我們就會很快來看一下 軍事政府長按哪裡 沒有喇叭 喇叭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剛才關掉了 難得的場面 在台北的松山軍機場出現了美國軍機 讓這些軍事迷 讓這些軍事迷 瘋狂拍照 下午五點多松山軍機場上出現了這個機身上寫著United States的美國軍機 罕見的停在跑道上 這個畫面讓攝影迷軍事迷為之瘋狂 美國空軍專機隊的啦 他那個 他們737 這個飛機喔 通常就 就是周邊 有那種 議員要來台灣的時候對不對 他們會出這種專機任務 這架軍機是載著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斯一行人 他們先到台南空軍基地參訪 接著拜會外交部 馬總統也有接見 特別的是 就在羅伊斯到處拜訪的同時 軍機就乖乖的待在松山軍機場 按照過去的規定 所以這是什麼 這最近的喔 什麼時候 2014年2月21號 什麼時候 王玉琦去中國回來 之後 王玉琦去中國之後 所以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來台灣幹嘛 來聽報告的啦 懂我意思吧 他為什麼要做軍機來 等一下我們就來講 他為什麼做 做軍機來是有用意的 不然他可以做外交專機啊 他可以做 一般 他可以做專機 他可以做一般人 為什麼要做軍機 這種新聞你會越來越常看到 越來越常看到 這是一種什麼 一種象徵 這是在馬英九就職第二次就職的位置 好 十年來喔 超小的 等一下我就證明給各位看 而剛剛走下飛機的就是這次的眾議院外會主席羅斯磊提南 剛結束會期美國眾議院的祝福盤就搭軍機趕來台灣 只是看 為什麼馬英九的就職典禮 這個 同樣那個美國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主席 也是坐軍機來 不是坐外交專機 而且喔 他是下午三點才來 那個就職典禮都辦完了 有人祝賀就職典禮是就職典禮辦完才來的嗎 沒有嘛 所以這是什麼 擺明了就不是來祝賀你的嘛 擺明了就是什麼 來視察的嘛 懂意思嗎 像剛剛那個二月 今年二月那個來對不對 他也是 他也不是來就直接去拜訪馬英九 不是耶 他先去台南的空軍基地 他是先去空軍基地視察 所以你說台南的空軍基地是誰管的 來台灣參加馬總統就職活動的美國眾議員祝賀團 今天上午跟馬總統會面之後 中午跟外交部長楊敬天繼續進行了參序 祝賀團的團長也就是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斯雷廷南表示 美國絕對會在軍事上支持台灣 而對於馬總統一國兩區這樣的談話 美方則是保持中立 外交部長楊敬天和駐美代表袁建生夫婦親自站在門口迎接前來參序的美國眾議院祝賀團 團長外交委員會主席羅斯雷提南首度接受媒體訪問 他說美國眾議院上週已經要求政府賣給台灣66架F16CD型戰機 美國眾議院主席羅斯雷提南首度接受媒體訪問 我想喔這台灣指的是什麼 我想喔這台灣指的是什麼 台灣指的是什麼 台灣指的是什麼 這裡指的台灣是台灣統治當局 呼籲台灣擴充武力提高軍事預算 出身共產政權而移民到美國的羅斯議員 重視民主人權一向橫挺台灣 對馬總統提出的一國兩區他選擇中立 台灣人民 台灣政府 你們明明知道什麼是台灣人民喔 是on的那個 不是off的那個 我們跟不同的領導員 和不同的領導員 所以我們有共同意義 我們有共同價錢 我們有共同價錢 它是世主但它假裝它是公親 台灣人民 希望台灣維持自由繁榮 不過馬總統借劍羅斯一請 仔細看喔 你看卡卡 你看馬就怎麼做 中規中矩 你看表情 這麼嚴肅這麼難看 你看全部卡卡 正規正舉的做 但是在這一個黨反對受 你就知道 到底是誰向誰做報告 你看喔 這是2011年 10月29日 中廣新聞網 美國空軍一家 空洞價格機接誰 AIT的官員的早產兒 他剛剛不是有個 2012年的新聞說 10年內 沒有 第一次有軍機來到松山機場 是不是好笑 他說台灣人民對新聞都沒有記憶力的這樣子 而且你看 AIT不是官員 AIT是民間組織 它是什麼 它是約聘人員 是國務院下的約聘人員 雖然它在很多事務上代表美國沒有錯 但是它是一個民間組織 就相當於當初的那個東印度公司 英國的東印度公司 或是荷蘭的東印度公司 它代表的是那個 殖民國的主權權力 這裡是代表這個 主要佔領全美國的主權權力 但是它是個 它不是官員喔 它不是officer 你要搞清楚 它不是officer 但是呢 它的小孩生病了 坐軍機去松山 坐軍機 你不覺得有一點奇怪嗎 在幹嘛 美國在給你看嘛 它看誰有軍事管轄權嘛 懂吧 包含那個319大地震的時候 美國接管這個海關 有沒有 讓撤僑嘛 讓美國撤僑來台 而不是撤到韓國 那也是在給各位看嘛 誰有軍事管轄權 好 我們來講 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做 為什麼他們要做軍機來 美國總統與國會對台的軍事管轄權 美國憲法對美國的軍事管轄權有三種 第一種軍事管轄權是行使於和平與戰爭狀態中 第二種軍事管轄權呢 是行使於境外的戰爭而不涉及美國邊界 或是境內而發生叛亂 是同交戰方 有沒有 第三種軍事管轄權是在境內暴亂的時候 所以這一種是戒嚴 第二種是什麼 軍事政府 有沒有 第一種是什麼 第一種就相當於宣戰跟中戰 簽合約的時候 第二種是什麼 第二種軍事管轄權可變為軍事政府 在合一的情況下取代當地法律 並在總統的指示和國會的民事或暗事的制約下 由軍事指揮官行使 所以台灣關係法是不是這一種 就這一種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來台也是這一種 我們等一下就看到 你看 台灣關係法第十四條 其他條也是有提到啦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有沒有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國會其他委員會 他要怎麼樣 監督 監督 這個 台灣 美國與台灣 持續維持關係的法律基礎項 不是中華民國 有關台灣 安全與合作的台灣政策執行 所以這個台灣是什麼 這台灣不是台灣自理當局喔 而是什麼 台灣這個領土 就台灣群島及澎湖列島 懂得是吧 或者是說這島上的人民 就是說 那個法理上的台灣人民 所以你看 那美國總統的軍事管轄權是什麼 1979年3月底 3月28號 國會通過 4月10號 美國卡特簽署 往前追溯 1月1號生效 這背後有玄機啦 但是我今天時間不夠 我就不多提 你看喔 美國總統與國會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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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台灣防衛需要的判斷 應包括美國軍事當局 向總統國會提供的檢討報告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剛剛是不是說第二種軍事管轄權有分 是軍事政府 然後又分總統跟國會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美國軍事當局 他就要向總統跟國會報告 所以 所以 這說明什麼 然後你又看喔 指示總統與台灣人民 這是people on Taiwan 安全或是社會進行 危及美國利益時 應迅速通知國會 總統國會將依憲法程序 決定要採取什麼適當行動 所以什麼是憲法程序 我剛剛已經提到了嘛 你要去理解什麼是 總統跟國會的軍事管轄權 就美國總統而言就是什麼 就是 在 就金山和平條約裡 第23條裡面 作為台灣的主要佔領權 在 太平洋戰爭裡面 作為大日本帝國的征服者 conquer the conquer 總統有對台灣的軍事管轄權 那國會呢 國會就譬如說 他簽一些條約 譬如說像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或者是 台灣關係法 就會賦予國會 某一些軍事管轄權 像我剛剛給各位看到的 那種監督權 所以呢 總統的管轄權 不完全來自台灣關係法 有一部分不來自台灣關係法 就是來自 戰爭法跟萬國公法 屬於 還有美國憲法 OK 你看喔 為了實施本法律 終止有必要時 可由總統頒布行政命令 有沒有看到 最近 福茂不是在吵 他到底是不是行政協議 有沒有 這個概念叫什麼 叫做 授權立法 enabling legislation 就是這個 這個條約 或是這個 這個條約 簽訂的時候 有沒有授權行政機關 可以 再另行訂定 一些 行政命令 像 像 EKFA 你去看EKFA的話 其實是有的 所以 他們在吵說 這個 福茂 不是行政命令 其實 那只是說 它的程序上有瑕疵 其實都沒有用 所以 為什麼馬英九 簽美牛 不需要通過立法院 他為什麼也是先跟AIT簽好 有沒有 美牛是不是先簽好了 媒體才爆出來 然後說才一定要國會通過 他為什麼可以不經過立法院 他直接簽 所以你看喔 這是台灣關係碼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 很多人都沒有去看這一條 美國總統 第十條A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各機構 依據美國法律授權要求 向台灣提供 你要想 這台灣是什麼 你要看 我剛剛給各位看了這個 第十五條 它有五種概念 這裡當然是指台灣 台灣 台灣統治當局 向台灣提供 或由台灣接受任何服務聯絡 承諾事項 應在 或是台灣 欸 OK 台灣統治當局 或是台灣人民 應向總統指定的方式範圍內 向台灣設立的機構 好 所以問題在哪裡 這台灣設立的機構是什麼 或由這一機構接受商務事項 此一機構乃總統確定 注意喔 總統確定喔 依台灣人民適用的法律 注意喔 適用的法律 而具有必須之權利者 可依據本法案代表台灣 注意喔 代表台灣 提供保證及採取其他行動 所以 什麼是台灣設立的機構 就是原本稱之為 北美事務協調會 後來稱為 駐美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 那一個 懂了吧 TECO 所以它是什麼 它就是中華台北設立的代表 那誰去認定這個中華台北設立的代表 具有代表台灣的權威呢 能夠代表台灣人民適用的法律呢 誰決定的 美國總統 有沒有看到 我請問你 今天有一個人 他派一個代表 出去跟你談 你是不是會去檢查他的授權狀 違認書 如果你認定這個代表有權威 是不是就代表你認定那個人有權威 所以誰認定這個台灣統治當局 可以代表台灣人民的 美國總統 還不是美國 是美國總統 好 這是台灣關係法這麼寫對不對 但它是不是一個 授權立法下的行動行為呢 它是不是一個授權立法的條款 是不是一個enabling legislation 並不是 並不完全是 你看這一個 1978年12月30日 美國總統卡特 關於與台灣人民關係的備忘錄 它是什麼 它是在 所謂的中美斷交的前幾天 前兩天 台灣關係法還沒有訂立喔 台灣連草案都還沒提出喔 你看它怎麼寫 這表面上是備忘錄啦 其實就是美國總統的行政命令啦 懂我意思吧 因此我宣告並指示無下 目前有權威去進行我們的計畫交易 或其他關於台灣關係的部門機構 依照此權威 並且適當的透過低段所提的機構 被指示並進行與實施那些1979年1月1日開始的計畫交易與關係 什麼是低段所提的機構 就是那時候還沒有誕生的AIT 還沒有誕生嘛 因為台灣關係法都還沒產生嘛 隔年才會產生 那什麼是目前有權威進行這些計畫交易的這些部門機構 就是以前叫做中華民國的台灣統治當局啦 懂我意思吧 為什麼美國總統要在他們斷交前發布這個備忘錄 為什麼 我剛剛已經講答案了 因為他斷交後 中華民國這個政府就沒有佔領權了 他不能代表中國嘛 對不對 不能代表中國 在美國眼裡他不能代表中國 他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他就沒有佔領權 因為這塊土地的主要佔領權是美國嘛 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佔領權怎麼辦 美國一定要做一些事去彌補這個時間差 否則他就要浮現了嘛 他就要浮出來說 他真正的身份了嘛 在此之前他們是聯合佔領嘛 他們有一個美國台灣防衛司令部嘛 可是當一旦 當他斷交之後 中華民國沒有佔領權之後 那會浮現什麼 他就要決定 美國台灣防衛司令部要不要撤軍嘛 中共一定要求他撤軍的嘛 所以美國表面上一定說我要撤軍啊 那怎麼辦 那台灣不就變無人 沒有人佔領了 沒有權力佔領了 所以他要彌補一個時間差 懂嗎 他要趕快發布一個行政命令 讓蔣介石這個後續的政權去代理他 這就是行政命令 各位理解吧 為了實行本備忘錄所有的規定 每當美國的法律規章命令 涉及到一個境外的疆域幫國 你看喔 country nation state 這三個很多人都翻成國家 事實上 我覺得翻成疆域幫國會比較好 等一下我們再解釋這是什麼意思 政府及類似實體史 這些法令呢 都應該要包含台灣 所以台灣既不是country 也不是nation 也不是state 但是為什麼台灣適用於這些法令 因為美國總統的命令 而且台灣關係法也這麼說 懂我意思吧 所以是什麼 台灣適同一個country 適同一個nation 適同一個state 適同一個美國境外的country 美國境外的nation 美國境外的state 懂我意思吧 適同不代表原本是 只是看當作而已 美國人民的利益 將有一個很快被認證的公司行事的 非光經濟代表 這就是什麼 AIT 接著呢 在1979年6月 也就是台灣關係法已經生效囉 各位記者 4月10號美國總統簽署生效 所以你看 他就提到 在 第 這一條 他提到 特別指定 總統保留 特別指定於第10條A的決定權 有沒有 決定什麼 決定誰是台灣統治當局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他決定了誰有 誰是 誰有權威代表台灣統治當局嗎 對不對 你看 他先決定誰 北美事務協調會 有沒有 然後他這裡說他取代原本那個備忘錄 接著 1996年又更新一次 這是13014號的行政命令 他又保留了第10條A 所以這個 第10條A 並不完全是來自於台灣關係法的授權 而是來自於什麼 戰爭法 萬國公法 跟究竟戰和平條約 因為在台灣關係法還沒建立前 美國總統就已經實施這個權利了 這就是軍事政府 這就是軍事政府的權利 你看這時候就決定誰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有沒有 台灣的媒體都講什麼 駐美代表處 其實根本不是 這個例子 就是這個ADB叫亞洲開發銀行 他是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中華民國本來是創始會員之一 在這個1983的時候呢 中共要去加入 所以他要求排除中華民國 但中共表示 中華民國可以使用台灣China 但是美國表示 不好 要用台北China 有沒有 這不是Chinese Taipei的變形嗎 對不對 Chinese Taipei嘛 所以美國這麼建議 就代表 這個跟這個是不一樣 對不對 這個就代表 台灣是 台灣是 這個中國的一部分 可是這個並不這樣 這只是代表一個政治組織而已 好有趣的來了 香港回歸後一年 香港回歸後一年 香港也要加入這個ADB 亞洲開發銀行 他就用HKChina 但這就會跟 台北China搞混 對不對 你就以為 台灣跟香港是同地位 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這個 亞洲開發銀行的委員會 就決定 把這個 會籍改掉 中華民國的會籍名稱改 改成什麼 台北斗點 空一格China 各位 學過英文都知道 斗點後面一定要空一格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 他為了避免混淆 所以他用一個錯誤的英文文法 當他的英文名字 你現在去ADB的官方網站查 還是這個名字 所以這說明什麼 這台灣統治當局多悲賤 他連他的名字都保不住 給別人隨便改來改去的 那我們台灣人 又被這麼悲賤的當局代表 我們台灣人是什麼 悲慘啊 我們不悲賤我們很悲慘 悲慘 更悲慘的是搞不清楚狀況去抗議的人 你懂我意思吧 那誰 誰讓這個當局可以代表台灣的 美國總統啊 你抗議要找對對象啊 懂吧 那這個我們就不多提了 I call 好 我們講一下什麼是管轄權 好這一次呢 世衛組織的文件矮化台灣國閣的風波 那麼美國的衛生部長塞比隆斯呢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也很明確地表示 沒有任何聯合國的機構有權可以片面地決定台灣的地位 Well the United States was certainly pleased to support the effort to give台灣 an observer status in 2009 第一次地工作的結構尋求 我昨天有機會 跟台灣大命中的財務 我們有明確為 WHO 我認為美国之外的平台 這一聲是 認同這 聯合國的委員會有自由依靜地決定台灣的立場 所以結論是什麼 結論就是 美國衛生部長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利片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一個管轄權的案例啦 什麼是管轄權 我用自然法來說明 比較容易理解 一個家庭裡面 請問是爸爸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還是媽媽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覺得是爸爸的請舉手 只能選一個 覺得是爸爸的請舉手 覺得是媽媽的請舉手 大家都比較聰明 為什麼是媽媽 理由 道理是這樣的 不是因為父系社會有母系社會 而是因為自然法 因為你要決定這個小孩子的繼承問題的時候 誰可以決定媽媽嗎 為什麼 只有媽媽才知道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搞不好人家補來 或是老生 對不對 你要決定這個小孩子繼承哪一個家庭 你要先確定這個小孩子的爸爸是哪一個 所以只有生他的那個媽媽 或者是那個接生的住產士 或者是法定的監護人才會知道 懂我意思吧 所以 同樣道理 一個領土的繼承 一個政府 一個國家的繼承問題 誰可以決定那個繼承問題的那個法人 或是那個單位 就是對那個領土 那個政府 那個國家有管轄權的 懂吧 所以美國這樣講什麼意思 意思他才有辦法決定 只有他才有辦法決定這個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台灣這個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其他人都沒有權力決定 他沒有說他是小孩子的爸爸 但是他說其他人都沒辦法決定 只有他能決定 這是不是符合我剛剛說的 美國總統決定誰是台灣統治當局 台灣統治當局就相當於這個小孩子的保母 他都可以決定這個小孩 他都是小孩子的監護人 他都可以決定去叫誰當保母 懂我意思吧 那小孩子這個爸爸是誰 大家已經到今天應該知道了吧 小孩子的爸爸是日本天皇陛下 所以第二個管轄權的案例是這樣子 2007年的時候 這來自維基解密 自由時報有報導 美國曾經行文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要求聯合國不要再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各位去維基解密找都找得到 不多題了 所以這也是一種管轄權的案例 因為 就像小孩子在沒有成年之前 是不是監護人都要幫小孩子蓋章 對不對 要蓋監護人章 為什麼 代表那個責任跟義務都在監護人身上 權利跟義務對不對 什麼是country nation state 沒有時間了 比如說你在外面看到這種 零售啊 條碼啊 前三個是什麼 登記地 不是登記國 為什麼 因為它的英文字是country 那為什麼不是國呢 因為你看 澳門啊香港啊都有country code 所以代表country 並不是國家的意思 是一個疆域的意思 這個在 ISO code也是一樣 ISO你看 它也有香港 香港也有ISO code啊 你去網站 隨便貼一個表單 它都會叫你選國家嘛對不對 其實那不是國家 那是選country 但是很多人都把country 翻成國家 所以你以為是在選國家 所以你以為是在選國家 並不是 OK 這我們剛剛講過了 所以什麼是真正的國家 Count是什麼 C-O-U-N-T就是英文伯爵的意思 所以country就相當於一個伯爵的領地嘛 所以我覺得翻成疆域比較好 它代表什麼 它代表這個地方有共同的制度 共同的要繳一樣的稅 關稅 比如說關稅是一樣的 但是 台澎金馬關稅領域並不是country 我剛剛已經講了 是士同country OK Nation呢 Nation NAT的語言是to be born 被生下來的 所以它是跟語言文化有關 它是語言文化的共同體 所以它有時候翻成民族 有時候翻成國家 我覺得翻成幫比較好 因為幫有時候有民族歷史 有時候國的意思 State是什麼 State的語言是站立起來的意思 你剛剛看到封面不是那個巨人站起來嗎 政客不是最喜歡講 台灣人民站起來唷 有沒有 它塑造什麼 它是塑造那種共同體的意志 什麼把巨人的那個 每一個細胞扣作會的 就是那個社會契約 我們決定要成為一個共同體 的那個意志 那個抉擇 所以它是政治法律 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因為它是 它是有約束力的 這些是沒有約束力的 我今天跟這個女兒 互相喜歡我們同居 同居是共同體嗎 不是嘛 因為沒有約束力嘛 對不對 結婚才有約束力嘛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要講法理學院 我們是要追求那個真正的共同體 而不是認同的共同體 好 我們最後講一個主權在民的下課 政課最初講主權在民啦 主權在民最早是盧所講的 我們來看人民可不可以當主權者 社會契約的核心想可以減速一下 我們每一個人把他與他的權威 至於公共意志的至高自然之下 群體接受每一個作為不可分的一部分 所以 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形成公共意識 比如說一群人要變成一個共同體 或者是說這一群人怎麼樣 形成共同體之後 怎麼樣決定我們的公共事務 再來是主權者去代表公義 也就是說這一群人 除了那種極少數的直接民主時代 直接民權 直接民主以外 其他都是代義政治 代義政治它一定有代表 那個最高的代表就是主權者 最高的法理代表就是主權者 這個主權者代表公義 然後呢 這個最高的代表可以授權給一些刺激的法人 就是政府機關 他可以實行公義 但是以前盧梭是怕 這樣會 這兩個混在一起會 會獨裁 但其實 是有辦法可以避免的 像美國他就會用什麼 三權分立 寫在憲法裡面 講得很清楚 就可以避免 這兩個混淆的獨裁 那 這就好像什麼 一到二 二到三是授權 一到二涉及公益及主權的產生 所以 一到二是國體 二到三是政體 所以我剛剛講的 國體跟政體是不一樣的 國體就相當於董事長的產生方式 政體就相當於總經理的產生方式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假如表決不是全體無意通過 為什麼少數要服從多數 對不對 民進黨他現在 他們其實戰爭已經打完了啦 什麼時候已經打完 在民進黨去幫那個ECFA背書的時候 就打完了啦 對不對 國民黨人就是比你多啊 你要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你要講民主 你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啊 國民黨就給你強度觀山啊 那你民進黨就在那邊作秀 就發言 開十幾個小時的會 通過 還是通過啊 你民進黨還是要遵守啊 你要遵守ECFA 你要遵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啊 對不對 少數服從多數嘛 這就是假民主 盧梭就在擔心這種假民主 為什麼幾百個需要主人呢 可以代表十幾個不要主人的人 民進黨那些人就是需要主人的人 懂我意思吧 那些在中華民國體制裡面的人 他們就是需要主人的人 幾十個不要主人就是什麼 要按照法理來的 我們是因為決定要成為一個共同體 放棄一些權力才會成為一些共同體 如果在此之前沒有任何約法三章 這種接受多數選擇的表決法 至少在一個場合進行全體無益的表決 有沒有 台灣是不是 台灣是不是 以前是 為什麼 天皇陛下在1945年4月1號頒布造書 使得台灣人民有參政權跟參戰權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人民就變成共同體了 就是一個公民社會了 但是現在為什麼不是 因為這塊土地上有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有難民跟不是難民 身分不一樣嘛 就像克里米亞半島對不對 克里米亞一樣啊 他不能違反烏克蘭憲法 他也不能違反國際法 所以結論 人民不是主權者 主權者一定是人民的代表 因為大部分都是代義政治 只有這個代表才有主權權威 他才有power啦 人民是沒有power的 人民有right 但是人民呢 可以透過選舉 透過各種形式去參與這個主權權威 我可以參與政治 但是每一個人 他並不是那個generic的概念 人民主權在民的意思是 統治主權因原治公民 而不是公民擁有主權 是原治不是擁有 而且這裡指的是統治主權 而不是領土主權 我今天講到這裡謝謝 各位同心 下課休息 外面可以用餐啦 謝謝 各位同心下課休息 然後外面可以用餐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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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